没看完这六条法则 别开始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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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必亏无疑 要创业的人 一定要看下面的六个建议 看完这部影片 我保证你创业的成功率提升99% 很多人都不想上班 自己想当老板 也知道只有靠创业 才能够快速的财富自由 提早退休 但是对于创业 大家潜意识里面都知道 创业是一件风险极高 九死一生的事情 不然大家都创业不用上班了 老实说 没有错 如果你想要创业成功 是有规可循的 但是这些规则 学校绝对不会教你 你在大学报一个经营管理专业 也不会有人教你 父母如果没有创过业 他也没有经验教你 所以真的普通人很难学到的 这也是你跟富人之间 最大最大的认知差 我是小船 带你在个体创业时代 打造属于你自己的网络事业 我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草根创业者 到现在也过去了五年多了 曾经最早的时候 我做过大学的包车 后来我做电商 再后来到自民体创业 直到现在 我的团队的规模也有十几二十个人 经营和收益也一年一年的增长 也是因为我自己踩过很多坑 才有这个结果 所以这期影片我要说一说 新人开始创业 哪怕是做副业 最大概率能够立即赚到钱的 六个法则 而且不仅仅是全职创业 对于想做副业的人来说 也是一样可以套用的原则 如果你想要为自己追求更大的财富 那一定要听到最后 那从结论来说 那一共是 第一启动资金 第二利润率高 第三没有库存 第四规模化 第五品牌化 第六招扬产业 首先第一个最大的重点 我们先说起 就是低启动资金 哎你有没有听过这种经历 就是隔壁邻居家的儿子 好像听说开了一家店 但是没有经营过三个月 听说就倒了 没错 这个就是我爸朋友的儿子的亲身经历 他就是开了一家汤盒粉店 三个月就倒了 亏了十几万美金 很多人创业失败就是因为这一点 准备去创业 结果一下子投入的资金太多了 例如呢 你想开一家手摇饮料店 我知道这是很多年轻人创业 第一个想到的项目 只是因为 他自己爱喝奶茶 OK那你别看好像只是卖奶茶 但是你开一个手摇店 真的需要各种费用 各种成本 设备费 装环费 人力成本费 原材料 铺租 而且还分 自创和加盟 这两种方式不一样的 自创的话 你还要研究配方需要费用 要设计logo 要付宣传的费用 那加盟的话还要给加盟费 反正随随便便起步 都是需要上千台币的 就算你想要开一个手摇店 你觉得自己是个大聪明 在那个地方开 绝对能赚钱 结果呢 这个东西还是要靠天时地利人和了 这个就跟赌博一样 你最终到底赢不赢利 不做 最后是不知道的 雷军做小米手机的时候 都几十亿身家了 一个人也只是下了三万台的订单 为什么 因为他心里面都没底 这种资金的结果是 生意做不起来 但是背上了负债 这样的人真的很多 而我们大多都不是富二代 破产了也没有父母帮我们插屁股 破产了直接就负债了 打工几十年要去还债 而且绝大部分第一次创业 大概率都是失败了 就算曾经他有过成功创业经验的人 他想要连续创业 他也未必保证每次他都能成功 不然的话随度开始创业 随度创业成功 大家都赚很多钱 这不是不可能的吗 所以才说 千万别头脑一热 被那些砸锅卖铁 卖车卖房 创业最后发了大财的 鸡汤故事给洗了脑 否则一定会血本无归 心态崩溃的 一开始最好就选那种低资金门槛 甚至零成本的项目做 特别是你第一次创业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就是创业成功的第一个法则 创业本身就是九死一生的东西 你把失败当作预想内的事情带着觉悟 去做那些低成本的东西 你才不会 因为有可能失败而导致有什么风险和心理压力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失败的经验 可是比你在外面可能打二十年功学的都要多 你只有碰壁了 你才会成长嘛 之而然你未来创业赚到钱的可能性就会变得更高 所以呢创业成功原则 第一点一定要记住 在最开始的时候 不要选择那种 启动资金高的创业项目 第二点 利润率高 之前呢 其实我曾经在一本书上面看过 有一位企业老板说过 利润率七成以上的生意才是好生意 利润率七成以上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你卖一个产品产生了一百万的收入 里面七十万是纯利润 你看一下我们身边的很多餐饮企业 每天它的流水都很夸张 一天天的堂食一家 外送的订单源源不断 老板忙得不亦乐乎 但是一年下来 嗯 怎么感觉好像白忙了 好像没怎么赚到钱 甚至亏了呢 那就是因为利润率太低的原因 那么市场上有利润率很高的行业吗 有啊 例如像IT行业 金融行业 或者是内容行业 大家知道为什么像IT 金融行业在整个领域里面 平均给的薪水也是最多的吗 像你身边那些干程序员的 或者是干金融的 它都比你其他的朋友薪水要高呢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本身行业利润率高 利润率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很正常的 而像内容行业 为什么利润率高 也是因为它生产内容本身是不需要花钱的 就好像经营自媒体 经营知识付费 就是利润率很高的好生意 因为它天生的业务形态就决定了它的利润水平 我举个例子 例如说我卖我的知识和我的资讯给你 首先我是不用实体发货的 而从一个月卖几件 上升到一个月月销一万件 我不需要雇人 但是可以马上的加产能 因为生产的资料就是数字化 但是如果说你在你家楼下开一家餐馆 能不能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干呢 餐馆一年如果本身能赚一百万的话 它怎么才能赚到一千万呢 基本上这个数字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 绝对不是继续单干一家餐馆的问题了 例如像自媒体的知识付费行业 我自己在好几年前初期的时候 全都是我一个人 艺人公司包揽的 从选题到拍摄剪辑设计 那个时候利润基本是百分百 因为我没有请人 包括其他的同行 他们收益稳定下来之后 剪辑设计就会交给别人做 但就算是这样利润率还是很高的 我记得当年我刚找外包的时候 频道的剪辑费每个月大概在七八百美金左右 广告收入大概三到五千美金 那如果只算YouTube广告收入 利润率他也能够做到七八十以上 但是呢但凡有流量的人 他除了广告收入 他都会寻找其他的变现渠道的 例如像卖一些实体产品 虚拟产品 卖一些服务 咨询 课程 卖会员 在那之后呢 我开始做知识付费 做现任课程 他其实做这个东西 不需要付出资金成本 但是呢你付出一份的时间 重复的可以销售一百份 一千份 甚至一万份 这个就是天生的业务形态 决定了利润水平 几年前我开始组建了团队 所以成本的压力 一下子大了很多很多 但是也因为行业利润不错 才能够负担得起人力的成本 甚至可以给到我的团队成员 比起市场平均 高几倍的薪水 而且在经营公司之余 剩下的资金 还能够让我可以 边工作边旅行 所以 业务形态决定了利润水平 自媒体的知识付费 是一门很好的生意 就算 哪怕你做不赢 你也做不死 前几个月 我写了这本书 《价值》 在里面呢 我写出了一个普通人 应该如何挖掘出自己的价值 如何把你的价值 包装成一个可以收费的产品 如何利用网路 扩大你自己的价值 不管你是想要经营自媒体 还是想要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包装成一门项课程的话 你现在依然可以在下面的 所以在开始创业的时候 要去选择做那些利润率高的项目 你想想看 你选择创业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也是想要为了赚钱 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那怎么赚钱 两个字 利润 其实换做上班族也是一样的 你想要高的薪水 找工作 你也要往那些利润率高的行业里面去找 如果是在利润率高的行业奋斗的话 那明明你跟市场上面其他人 可能花的同样的时间和汗水 能力也差不多 但是你就很有可能 获得比他们 比市场平均更高的薪水 放在创业来看也是一样的 有一些老板 没赚到多少钱 他想赚钱 又很焦虑 焦虑但是没有放到点子上 天天研究KPI OKR 阿米巴 学股 全学管理 到最后公司越做越烂 这个模式搞一搞 那个模式搞一搞 不如利润两个字 利润率高 你公司绝大部分的问题 都是可以被掩盖的 有利润 你才能够考虑研发新的产品 新的行销方式 做新的市场 你这样才能够进入到一个正循环吗 反而如果说利润率低的话 很容易让你觉得很辛苦啊 很累 看得很努力之后 流水变多了 但其实根本留不下多少钱 每天是有钱进账了 但是你知道那可是靠你的汗水换回来的结果 你自己可能很感动 但是呢 你一看账本 你就知道你一直坚持 其实它变成了一个长期的消耗战 所以呢 当你打算做任何生意的时候 做之前你要先评估一下 自己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即便说成功了 那最后到手能够留下多少利润呢 不是流水高的就是好生意 利润率高的才是好生意 再来第三点 没有库存 老实说 当生意里面你涉及到需要管理库存的时候 你整个项目的难度就会大幅度提升了 就例如你会突然发现自己产生的下面这些成本 第一 管理库存的人工成本 你要雇人管理库存 你要发货的 你要打包的 你要退货的 这些都是人工成本是要钱的 第二 仓库费 租场地 租这个仓库都要钱的 第三 生产管理的计划 你需要无时无刻的管理好你的库存数量 不够的时候你得赶紧去补货 卖不出的时候 你要及时的清除你的库存 第四 废弃成本 真的 实在你的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 还是要扔掉丢弃的 对不对 只要涉及到实体产品 你需要顾及的东西 要管的事情就会多很多 对小白老板的要求是会变得更高的 如果本身的产品是虚拟产品 像是IT行业 内容行业 这些产品是虚拟的 也就意味着零库存 所以需要管理库存的产品 生意的难度会起码涨了十倍 你可别想着开一个一人公司可以完成的了 熟悉我的朋友 你应该知道 我以前有经营过亚马逊电商 以我的视角来看 电商真的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去经营 其实也是挺难的事业 在这里面库存这方面 就是我说它难的其中一点 就拿亚马逊来说好了 虽然亚马逊它会帮我去发货 它帮我保存这个货物 但是作为卖家 我还是需要去做生产管理的 我要做销量的预测 差不多的时候我要提早去订货 但是如果我的店铺突然被BAN掉 被疯掉或者产品突然被差评卖不出去了 我的产品就没有价值了 而这个时候产品都寄去了亚马逊的海外仓 你是不会拿回来的 那亚马逊它可以帮你丢弃 但是连扔垃圾 亚马逊都是要收钱的 你扔一件卖不出去的产品 三美分到两美金 分分钟 如果你的产品是堆积了成千上万件 你扔垃圾都要付一个很大的手笔 也真是曾经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所以现在我才把绝大部分的经历 放在了内容行业里面 透过内容去引力 内容这是虚拟的 不需要库存管理 不需要运输 不需要打包 不需要发货 没有库存 零风险 就像这个YouTube频道 其实它就没有库存这个概念 所以呢 在最初创业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去挑战那些太难的创业项目 有条件的话 最好去选那些 没有库存概念的生意 因为你没有经验 很多的坑都是你自己踩过之后才知道的 那说起库存这个概念 零库存的是个生意模式 我还可以推荐大家去做 众筹 也叫群众募资 英文叫 crowdfunding 也就是商家 他一般是透过网路的这些众筹平台 链接起那些赞助者 或者是客户 来做产品的预售 或者发起各种民间的活动 或者会发明一些新的产品 我特别可以从卖产品这一方面 说说创业用众筹的好处 基本上都是可以先透过预售的方式 准确的了解了市场的需求之后 再投入量产然后发货的 那需求跟生产基本是一比一的 所以你如果创业的话 卖产品你根本不用担心 存在库存堆积的问题 那募资的商家什么人都有 有个体个人有公司 基本上都是透过这些平台 跟市场宣布 我想要做这样的产品 然后先看一看群众市场的反应 那客户他想要的话 他会先付钱 但是往往这个钱呢 是给客户的一个回馈 因为你这个预售本身 这个产品会卖的比较便宜嘛 那么商家呢就会拿着这笔钱 把这些钱投入到生产线上面 所以对这个商家来说 基本是零风险的 透过第一轮的预售 大概率就能知道市场的需求和热度 那个时候他在投入更多的资金 在生产 所以呢众筹 croudfunding它可以 规避很大的一个风险问题 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你选择这种商业模式才是比较聪明的 所以才说对于创业现任来讲 一开始最好不要碰那些很麻烦 难度很高的项目 不要轻易去做那些库存 很容易堆积的生意 不然到时候 你同时可能会碰到管理库存的问题 发货的问题 运输中质量的问题 员工管理的问题 你的精力没有时间放在真正的增长 经营策略上面 反而在这些地方 损耗了你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这真的是实战经验 如果你真的要做实体 你要做的话 还是做那种小批量 小批量的 逐渐的在自己模式打通 更成熟 更能够抵抗 更大风险之后 再增加扩存会比较好 第四点 容易规模化 也就是你的生意能不能越做 越容易裂变 越能够规模化 标准化 越轻松呢 也就是不是这样直线增长的 而是这样的 一开始可能不怎么盈利 但是到了你的中后期的时候 能不能这样让你的收益 指数级的猛涨了呢 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生意天花板就很低 你要考虑一下 那具体来说 有什么低门槛 更容易规模化的生意呢 答案就是自媒体 经营YouTube频道 确确实实是很容易规模化的 一个商业模式 最典型的特征就是 能够让你越做越轻松 做频道呢 一开始经营 确实比较痛苦 确确实实它真的很难 我刚开始经营的第一个月 我每部影片的播放次数 都是两位数的 但是现在坚持了这么久 我基本上发布的影片 播放次数都有了一个 最保守固定的数字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通常来说 所有的创作者都是 只要他保持更新 他的订阅人数 他的粉丝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当然退订的人也有啊 但是肯定是订阅数越来越多的 也就是说他只要保持更新 他自己事业就能够触及到的潜在客户 一定会越来越多 以前发布过的内容 他只要不删除 他都能够永久的保存在这个平台上面 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后 而且还有在外部 有人可以透过Google 或者在YouTube 把内容搜索出来 或者平台他会直接的把影片 推给别人面前 那观众点开来看 他就能够自动 无时无刻产生广告收入 然后再在这个时候 你做一门自己的信任课程 做出一个标准化的产品 再借助YouTube的流量 就可以自动的销售给全世界的人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循环 订阅数越多 影片的数量越多 越容易规模化 然后卖一个标准化的产品 收入就会越来越高 到了后期 即便你降低了你的更新频率 甚至停更了 也能够产生被动收入 因为你过去的努力 已经沉淀下来了嘛 不过呢 我想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 小川你讲的不是理所当然吗 我早就知道了 这个特征不是很正常吗 但是我告诉你 其实这不是理所当然的 并不是所有的商业模式 都是这个性质 大部分的小微生意 它不需要拼资本的生意 都是没有这个特征的 例如世界上面最多人 选择的创业项目是什么 是餐饮 餐饮会有这个特征功能吗 基本上没有 有的都是全国连锁 资本雄厚的店 甚至餐饮 它基本上做的是街坊的生意 本身也很难规模化 很难裂变 如果你做的好吃 别人又有你的配方 做的跟你差不多 卖的还比你便宜 一下子你会发现 你身边出现了好多的竞争对手 你的利润立即就没了 所以没有办法容易规模化 标准化的生意 到了天花板之后 你再想怎么增加收入 那是很难的 所以在你选择项目的时候 一定要优先考虑 能够轻松裂变 规模化 标准化的商业模式 这样的话 你未来的路才会越走越轻松 我再分享一些我的经验 早期做亚马逊的时候 很多人他不是跟现在那样做品牌的 他而是单纯的做 挡买挡卖中间差价了 像在中国的168810块钱买回来的东西 同样的东西100块 卖去美国站 日本站 欧洲的亚马逊 如果做倒买倒卖的话 客户他是冲了价格来的 他不是冲品牌来的 也就是谁便宜买谁 正常也不会轻易的复购 因为我做过 所以我知道 如果自己卖的产品赚得到钱 而且是被其他的经营对手知道的话 那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大忌 因为对手能够找到同样 甚至是价格更低的供应商 立即跟你卖一样的东西 那本来你今天赚到的钱 你明天可能立即就没有了 每天都有点提心吊胆的 再怎么努力 你也很难赚更多 所以呢 才来到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 第五个创业原则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做品牌化 做品牌也是让你未来能够赚钱 越来越轻松的好方法 虽然说做品牌的过程很漫长 但是一旦你的品牌 能够植入到用户的心智之后 你的产品卖出去 就跟呼吸一样那么轻松 我知道女生肯定知道爱马仕吧 爱马仕一个最普通的包包 最便宜都要5000多美金吧 这么贵 正常肯定不会买啊 但是为什么爱马仕那么贵 都能够卖得出去呢 唯一的原因就是 高净职人士如果想要买的话 他基本不会去看价格的 因为是有爱马仕这个品牌 是爱马仕的产品就买了 但是呢 爱马仕它也是透过了 100多年的时间做品牌 才能够做到今时今日现在的 一开始的路 肯定没有像现在这么顺利 当你的品牌价值 被大家认知认可了之后 才能够赚钱那么轻松 也因为他有了品牌的知名度 他日常不需要做那种铺天盖地的行销 都能够很轻松的卖出去 利润率也非常的高 所以你在创业卖任何产品的时候 也是最好积极的为你的产品赋予一个品牌 那如果你是做内容的 那你就把你自己 导造成一个知名的个人品牌 讲好你的品牌故事 讲好你的愿景 讲好你能够对哪些人提供什么价值 当别人想起你看到你的时候 就像香包中的爱马仕那样的时候 你就能够赚钱很轻松了 第六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身边看到的都是集中在20年之后 做这两个东西开始爆发的人呢 其实在1617年时候 就已经很多人开始用自媒体来经营支持付费了 为什么没有声量 那个时候没有5G的网络 自媒体平台也没有像现在那么的普及 用户也没有在线上去上课的习惯 但是只有在20年开始 又因为疫情的关系 自媒体平台普及了 自媒体用户的数量暴增了 在线上上课变成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所以有了这个土壤才形成了一个用户的基础 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朝阳产业 市场无时无刻都在变化 如果你自己跟不上变化的话 你只能被时代淘汰 所以创业的时候选对行业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如果你发现你在做的不是一个朝阳的行业 不是在这样一个项目 你就要跳出自己的数字圈 去迎合市场 去做那些对市场来说对的事情 那这期影片的内容比较多 我总结一下保证创业成功率提升九成的六条法则 第一 低启动资金 第二 利润率高 第三 没有库存 第四 规模化 第五 品牌化 第六 朝阳产业 看我影片的朋友呢 大部分应该跟我年龄差不多吧 如果你是个商班族 你可能现在正在考虑要不要试一试 人生第一次创业 或者是试一次副业 如果这个副业干的好 是不是可以全职创业了呢 那如果你是这样想 我说说我的肺腑之眼 人的时间和精力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如果你选错了方向 一直把你的时间精力浪费在一个 不赚钱 或者不那么赚钱的事情上面 你就没有机会去探索 更符合你的理想生活 或者更好的业务形态了 选择远远大于努力 所以我建议你现在 一定要给影片右下方 点赞 这样可以保存好这部影片 等到你真正想要去落地 去做一个项目之前 我建议你先花足够的时间 去把你认为好的项目 带入到今天跟你讲的六个法则里面 如果你发现 你找到的那个项目 都不能满足这里面 六个原则至少四点的话 我真的建议你不要去做了 那反之 如果你能够满足四个 甚至全部满足的话 那或许它对你来说 是一个好的创业方向 那记得领取价值这本书 然后呢 我在资讯栏的第三条链接 有给你一个30分钟的 知识付费创业课 让你可以更好的 内化这本书的知识 现在依然可以免费参加 我是小船 我衷心希望你能够在不远的未来 能够打造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 接下来也会持续的 在这里跟你分享 网络创业 网络赚钱 自媒体经营 知识付费的知识和经验的 也记得follow我的IG 在那边有很多 在YouTube不公开的干货 OK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